今天來到長春養生密碼單元 現在人幾乎都是低頭族 要嘛抱著手機 要嘛抱著平板 大家就會提醒你 小心青光眼要早上升了 到底青光眼是怎麼形成的呢 今天很高興邀請到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眼科主任醫師陳雲山陳醫師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醫師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來解救一下現在那個低頭族了 青光眼為什麼跟這個低頭族大有關係呢 青光眼就是算是眼睛的高血壓 我們知道說高血壓很可怕嘛 大家都是談到高血壓的話 就是聞高血壓就色變 其實這個高血壓是血管的病變 那這個它是血壓高 那眼睛的話也有眼壓 眼壓高的時候 我們就叫做青光眼 那為什麼呢 就是說它這個眼壓一高呢 看出去好像眼泛青光 這個以前中醫呢 看到這個病人呢 眼壓高的時候呢 看起來就是青青綠綠的 然後病人看出去的話 也是青青綠綠的 就叫青光眼 那為什麼我們現在青光眼呢 會跟這個看手機會扯上關係呢 對啊 大家都這樣子講 對 那就是說青光眼呢 它是眼睛的眼壓高 眼壓高的話 它就會造成眼睛怎麼樣呢 酸 麻 脹 痛 就會有很多症狀出來 那我們看手機的時候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說 手機看久了以後呢 我常常跟我一個病人跟我講說 看手機選總統 我說看手機選什麼總統 他說看手機酸總統 酸總統 這個是症狀 用症狀來說 原來因為現在最熱門的 就是選總統 真的 他就要選總統 他的意思就是說 你其實你手機看久了以後呢 眼睛會痠 麻 脹 痛 那個症狀就會跟青光眼 類似 那所以我們現在臨床上 看到很多人怎麼樣 手機看一看怎麼樣 看到最後面的話 就是開始痠 脹 然後跑到醫院來說 醫生我到底是不是青光眼 我們看到很多 其實他不是青光眼 但是也有人真的是青光眼 那現在最怕的是什麼 最怕的是說 他這個眼睛刷麻障的時候 他是青光眼 可是他沒有來醫院看 因為他就沒有發現 對 自我解釋 我就是看手機看多了 最近太累了 對啊 自我解釋 結果到醫院來發現 原來是青光眼 所以說青光眼這個病 在我們這個3C時代 更需要到醫院來給醫師就診 那假設像剛剛醫生講的 我自己是青光眼 但是我完全沒發現 嚴重一點會怎麼樣嗎 這個你知道嗎 眼球就這麼大 眼球怎麼樣 它裡面壓力大的時候 眼睛就會脹 眼睛會脹的時候 眼睛有個神經叫做四神經 四神經就是說 穿到眼球裡面的話 就讓你看前面 就是看得到的叫四神經 好啦 那你眼球開始脹的時候 怎麼樣呢 它的這個壓力就會壓破這個神經 那四神經 顧名思義就是跟視力相關的神經 你不然神經被這樣一直壓 一直壓壓壓壓 壓到怎麼樣 神經就萎縮了 神經萎縮你就看不到了 哇 所以最嚴重是有可能 會有失明的可能 這麼嚴重 那假設真的不小心用青光眼了 目前治療的方式有哪些呢 青光眼其實呢在西醫這一塊呢 其實已經治療一百多年的藥物 所以說一開始的時候呢 像我們老師教我們的時候呢 就教我們說 你看到病人有青光眼了 你一定要先跟他講說 你會瞎掉 你會瞎掉 為什麼要嚇人家 也不是說嚇人家 我說以前 大概在三十年前 真的青光眼眼壓高了以後 對 就會瞎掉 很嚴重的 所以那時候的藥物呢 就是說青光眼那時候有很多的藥物 一天點四次 兩種藥 那甚至於三種藥 這樣子在點的 那青光眼呢 因為在西醫這一塊呢 病人太多了 所以其實呢 它現在慢慢的呢 藥物的選擇越來越多 它可以把兩種藥合成一種藥 四次的變三次 那三次的有的一天點兩次 有的甚至於更棒的就是什麼 睡前點一次 所以說現在青光眼的治療 第一名就是點藥 第二名你就可以用雷射來做 眼睛旁邊呢 它有個叫魚角 魚角的地方的話 可以利用雷射治療 其實都很方便 所以青光眼呢 其實就是點藥也越來越方便了 然後呢 雷射呢 也是越來越方便了 所以說大家的話 一定有青光眼的時候呢 一定要給醫生做診斷 那兩種方式的差別在哪呢 一定要有藥物的治療 才能接受手術 還是說其實是看你怎麼選擇 因為青光眼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 它就是眼睛的高血壓嘛 那我們知道說 你這個病人有高血壓 去給醫生看的時候呢 醫生就是叫你說 你就要吃藥 然後控制血壓 然後呢看到90歲 看到100歲都要繼續看醫生嘛 那青光眼既然是眼睛的高血壓 它不是血壓高 它是眼壓高 那所以說怎麼樣 它也是要給醫生持續治療 所以說青光眼的藥物呢 是持續要點的 那在點藥的這一段過渡時期呢 其實呢 中間如果需要打雷射的話 醫生會幫你安排做雷射治療 青光眼不一定會造成失明 但是一定要有良好的控制 以免惡化 最重要的是後續要來做定期追蹤 也謝謝今天醫師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跟我們分享那麼多 我們先休息一下 馬上再回來